除了大台北高温破表之外 新北市深坑还有摩托车 竟然瞬间起火自燃 气温飙高 大人小孩全都受不了 很多劳工朋友 却是被迫要在大太阳之下 工作非常的辛苦 劳工局统计包括像是建筑工人 快递业者 马路工人等等 总共有六大职业 都相当容易中暑 大台北热道爆闹出里 人手一把伞 扇子上啊扇 心里想的都是这一句 很热的 完全热 超热的 热的 现在就很想回回家了 逛街民众闲天热 还有地方躲施工人员 好热喔 好热死喔 除草工人 可得在烈日下工作好几小时 没得闲 劳工局统计 夏天已到建筑工人修电缆的 发传单的送货的快递员等六大职业最容易产生热災害 不管是中暑或热衰竭 轻者送医 严重的可能赔上性命 工在这个温度比较高的 这些健康管理一定要做好 如果真的要做就要给它适当休息 要做一些设备 要补充水分 缘分这些东西 好来小姐我帮你量个体温 专家说日下工作体温过高 感觉头晕晕的就可能已经中暑 先量体温再使用冰袋降温 夏天工作处置得宜 就不怕热浪来袭 对身体产生危害